袁文在族書接上一回 昨天說到 淫英被大西軍的士兵 抓到來指揮船上面 因為又累又餓 他一上到大船 就躲在甲板上面 兩個大西軍的士兵 一人一邊 扶著搖搖欲聚的淫英 接著他就聽到 你是什麼人 為什麼一個人 集的小艇在這裡呢 會 會大人 小人姓淫明英 原本是 福建賢平郡公 鄭成功手下的 副 副將來 在跟隨鄭大人 攻打梅州的時候 幸好被清軍俘虜了 清軍後來 將我押送去長沙 之後 我找對機會 走掉了 盲中中的不適路 撞到去常德 誰 誰知道那樹 更多清軍 我 我只好又向南 趕到武林 在那裡 一個好心的漁夫 給了一隻小艇 我 我就留意 挖著一隻船 來到這裡 沒想到 撞到大人的船隊 這次好難 我 我終於找到了大西二軍了 你 你是前來投奔我們大西軍的 你 是啊 大人 癡 大炮 清軍 在常德 幫之 這麼嚴密 你 又 怎麼走得 抖 援大人 是那個漁夫 教我路的 沿著一個河叉而出 河叉水生流急 水面开阔 清军 清军防卫不了 又是夜妈妈 不容易 走得掉 哼 我看你 零牙利齿 淡淡定定 肯定是清军的奸细定 不是 我真是 郑成功 郑大人的人 我叫做人鹰 不打你 又怎么肯定 人来 跟我抽他肯定 两个兵兵 立刻将人鹰 按在甲板上 一个按头 一个按脚 然后 另一个士兵 拿着皮鞭走上来 出行李 不断用皮鞭 抽打人鹰的背脊 眨下眼功夫 尹鹰的后背和屁股 就已经是血肉模糊 伤痕累累了 尹鹰也只是 哎呀 哎呀 咬了两声 就暈死过去了 大西兵 见尹鹰 这么不耐打 就拿来一桶水 兜头淋到 尹鹰的身上 尹鹰 咬开双眼 嘴里边 暗暗沉沉 早知道 但是 但是 西军是这样的 我 我就不如死 死在 青妖的手上 算 算了 听尹鹰这么说 刚才审他那个人就说了 放开他 撒他 连里 一声令下 大西兵就紛出一把匕首 将绑索尹鹰的绳牙 一刀就戒断了 然后 两个人扶起他 拖到来审他那个人的面前 什么 你 不是 红盛囚派来的吗 小人 真是正成功的副将 大人如果不信的 就杀了我 你 一味说话 想来投奔大西军 那 你又知不知 我是哪个 尹鹰 很艰难地担高头 看了那个人一会儿 然后 然后 拎拎头说 对不起 大人 小人 小人 不认识你老人家 是谁 你连我都不知道 还说来投奔大西军 我 我是听那些渔夫说的 说大西军 要来攻打上奔 才特意前来投奔的 实在是不知道 大人你是 哼 还在说 说大话 人来 跟我再打 不要再打 大人如果不信我的 不如一刀 杀了我算了 我好累 好肚饿 好辛苦 救大人 杀 杀了我 好 你这么厚硬 这么胆 想死 我成全你 人类 拿瓶药 走过来 冰瓷很快就拿来一瓶酒 哐一声就放在尹英的面前 那个人就跟着说了 李俊 是到 走来的 你想死 那你就给我 喝完 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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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破的就喝完 咯 到处那些事主 一起起控 尹英才不怕 他好出来这样 一手拿过瓶酒 想都不想 就闊一声 全都喝下肚 怎知 空肚饮酒 加上又累又眼睡 又刚刚才挨人打 喝没几淡 个人就劈头不声 披在一边 又是晕死过去 都不知过了多久 尹英才从冥冥中醒过来 才感到大方好痛好尺 接著是口乾泄草 喉嚨好像被火燒那樣 眼皮成千斤那樣重 抹都抹不開 只是剩下兩隻耳朵還洗得下 聽到有人在那裡細細聲的議論 看這傢伙的衣著和講話的口音 只是鄭成功那邊的人 不過沒有憑沒有句 又沒有人幫他證明 誰肯相信他才行 又是這麼巧的 我們剛剛準備找個向導 這傢伙會出現 究竟是天在幫我們 還是天想害我們 對這個人的說話 不可以全部相信 但是又不可以一點都不相信 留他在我們這處 要他跟我們帶路 如果發現有什麼勁廣的話 一刀就殺了他 如果他是對的 那麼打完仗了 才掌賞回他 最後邊說話的那個人 就是剛才審淫英的人 他叫做盧明臣 是大西軍精東的先鋒官 淫英聽了他的說話 我心想 這麼多好 熬了這麼多苦 都還算是值得的 於是就繼續閉上雙眼 繼續辦穩 其實呢 就是豎起耳朵 在那兒盡量捕捉 任何的動靜 路命臣就吩咐親兵了 將這傢伙 拉到去床邊 派兩個人 給我看實他 隨時我會找他的 說完就想說 走入倉內 誰知這個時候 甲板上有一個 事實大聲地叫 中軍派來 全領的快船 來了啦 平低 路命臣一聽 立刻快步來到船頭 只見自己條 戰艦的左側後方向 正有一條快船 飛速地飛罩過來 船上面呢 是插住令旗的 果然是中軍的 全領快船 見全領船就躲近了 戰艦上的士兵 就立刻將軟梯拋過去 快船上面的全領兵 接著了軟梯 動作敏捷地 攀爬上戰艦 來到甲板上面 面向盧命臣 一個大軟梯然後報告說 啟稟先封盧大將軍 劉大帥有首令傳給大將軍 一邊口 一邊所說一邊逮上的稱 一邊追上霹 一邊一行牛皮樓 此處遲不著穿,後不著墊,停停停,我怎麼停呢? 你劉文秀動作微微模模盲襯襯 我做先鋒的,怎麼等你啊?問來教的 這個露明神一向都高傲自負,眼裡只有酸可望 從來就不將其他人放在眼裡的,尤其是這個劉文秀 因為他見劉文秀經常打敗獎,心想都不知道劉文秀是憑什麼 可以讓秦皇酸可望這麼看得起?分明是容財一個 所以這次他擔當這個先鋒大任,就一心想著要爭頭功,要超過劉文秀的 現在見劉文秀全靈叫自己停止前進,心很不奮 不過他就不敢當著全靈兵的面子發作出來,不斷跟全靈兵說 半先鋒知道了,你回去吧!等全靈兵的快船走了之後 露明神就立刻下令,先鋒船隊繼續前進,他想快點殺入常德去搶佔頭功 在露明神的催促之下,大西軍的先鋒艦隊順流以下,向著常德的方向飛速駛去 臨近黃昏的時候,露明神的艦隊來到距離那片河叉兩三里的水面上 露明神站在指揮艦的船頭,遙望東南方向開闊的水面上 見到有一大片的水寨,佈置得嚴嚴密密,精奇翻卷 隱隱約約,還聽見那些士兵的吶喊聲音 一看,好像是紅城囚部署好的防守鎮地 估計有成萬幾人那麼多 而再看下東北方向,那邊的水域就平靜得多了 露偉重生的無聲無息 見這樣的情形,露明神就掌不定主意了 他吩咐親兵,將手下的部長從各條戰船上 召集來自己的指揮艦上面,一起商議 應該從哪一邊進軍 那幫將領來到之後,你一句我一句 但是呢,就沒有一個相同的意見的 有人就說 那個水寨,是紅城囚部的移鎮泥 分明是擺下樣,嚇下我們 逼我們走另一面 另一邊看上去這麼平靜 實際上,肯定有埋伏的 另一個就說 盧偉這麼多地方,通常水都比較淺 埋伏陸軍就說 埋伏水師禍,他們怎麼理 又有人說 誰人都知道我們大西軍今次東尖的聲勢浩大 紅城囚這條老爺 實是擺好陣勢,跟我們一較高低 那萬年齡的水寨,可能就是他的老本來的 我們不如等著劉大帥的中軍,到時旋多西眾 一衝,他又怎麼躲得住 各人各書幾件爭論不一 盧明人越聽就越不耐煩 忽然間,他想起了那個淫嬰 於是就吩咐親兵 和我把那個叫淫嬰的清醒來 聽聽他怎麼說才行 淫嬰就被帶到船頭了 親兵指著前面兩個方向 把盧明神的意思告訴他 問他應該怎麼走 淫嬰很辛苦地撐起身體 出行力才抹開對眼 逆著光遙望前方的水面 看了很久,確信這個地方 就是洪大人指明的埋伏圈了 他才轉頭來,忍著全身的疼痛 用手指著何叉的方向 言語狠切地說 但是,走那邊啊 那邊靜很多的 我,就是從那處偷渡出來的 盧明神是一心想著搶頭弓的 他怕自己的船隊 未必打得贏洪城籌 預先佈置的水屍陣 原本就打算 用偷渡的方式先不頭籌 因此,他不想馬上和洪城籌 展開正面的衝突 現在聽陰英這樣說 馬上就說 好,我們就從北邊的河叉那處前進 不過,他還是很小心 一邊下命令,各部將回到自己的戰船 準備開戰 另一邊,又命令五十個士兵 招一隻快船 先去前邊偵察情況 而自己的船隊 就在後面慢慢跟進 那隻快船 在前面靜靜地滑行 河叉兩邊無聲無色 大西軍的士兵 先是一米用石仔 拋入水裡面 試探水的深淺 一邊,又向兩邊的奴尾射出飛箭 一排排戰射過去 除了驚動了野鴨和成群的飛鳥 飛起來之外 其他的一確是無聲無色 偵察了一輪 不單止發現不到有復兵的職長 還發現這裏的水夠深 大船通過沒有問題 於是就回去報告了 聽了士兵的報告 盧命臣很歡喜 他立刻傳令 一間煮飯二間起程 全速通過這三十里 全力偷襲常德成 時機月美時分 夏元月剛剛浮出水面 夜空中 星光越顯得發白 達天的暑氣 被水面吸收之後 又變成了一漏漏的水墓 煙霧彌漫 布滿水面之上 就好像輕渺的沙漿一樣 人處身其中 周身的良爽舒暢 盧命臣豪興大法 正要指揮報下全速前進 一名報章上前勸他說 盧將軍 我們還是等著劉大帥的中軍 和後續艦隊先 劉大帥不是叫我們等著他嗎 萬一我們貌貌然闖入紅城囚的圈套 一提起劉文秀 盧命臣就火滾了 他罵那個報章說 嗯 還在我面前 說了這麼不老禮的說話 這裏 聽我話事 不要在這兒牙齒牙齒 講完他大手一揮 全速前進 當盧命臣兩百幾艘戰船 一萬幾名兵將 全部進入河叉之中的時候 當盧命臣還在想著 這次偷襲是神不知鬼不覺 一舉功佔了常德 爭得了頭功 那麼自己的官衛 將很有可能超過劉文秀都不頂啊 正在那兒偷偷開心之仔 突然之間 兩邊的奴偉深處 響起了一陣刺耳的號角聲 挖破了夜空的寧靜 跟著呢 兩岸的奴偉從中 一起射出無數的火炮火箭 頓時 每隻艦船上面 不斷地傳出爆炸聲 和一些鬼哭人噎的聲音 那些火炮火箭是射得很密的 很快出去 就將盧命臣的艦隊燒著了 前邊被燒著的戰船 被迫停下來 而後邊的戰船 就不斷湧過去 那些火勢 就是順著一隻 一隻 一條連一條的戰船 不斷燒過去的 由頭一直燒到尾 船身著火 船體相撞 船艙爆炸 那些士兵 一個一個 還怎麼顧得還拖應戰 那些火燒得這麼厲害 還拼命逃生 不斷一個接一個 跳進水 向兩邊的岸游過去 誰知道 一游上岸 即時被清兵 見一個殺一個 這場火燒得厲害 因為大西軍的戰船上面 裝滿了火炮 還有很多火藥 一著起火來 爆炸聲就不斷響起 將火越燒越旺 而一連轉的巨響 也都此起彼虎 折二連三 兩百幾條戰船 傾客之間就燒到通透 洞歪西斜 翻側沉沒 暗青色的天幕底下 紅紅的火光 映襯著青光四日的水面 隔外灼木耀眼 站在船頭的路面身 好像這瘋狗一樣 發瘋狂一樣 喝令士兵救火營戰 唉 喊到他喉嚨都啞了 都沒有人聽 身邊的士兵 不是死就是傷 沒事的 早就跳下水 各自逃命 眼前的變故 來得這麼急這麼快 眨眼功夫 兩百幾條戰船 一萬幾名士兵 就被燒到青光 到這個時候 盧明神才知道 中了那個淫嬰的鬼計 中了紅城囚的圈套 於是他拿著寶劍 發瘋狂的想找那個淫嬰出來 一見刺死他 誰知整條船都走天 都找不到淫嬰了 原來 早在第一支火 被射中大西方的船隊的時候 淫嬰早就跳下水 作命地游去岸邊 盧明神是見不見淫嬰 再看看自己的船隊 被燒到七零八落 四周 再也見不到一個大西的士兵和將官 他萬年俱灰 大叫一聲 天滅我 跟著用著在自己的船上一解 人一滾 就落入水中死了 好啊各位 這一場仗打到這 輸贏不用我說 又知後事如何 且聘下回分解